大家好 我是阿澤 話說蕭若元先生的Youtube頻道 就突然間不見了影片 之後蕭山就在Facebook出了一條不足一分鐘的片段 就是交代這件事 就說他們已經跟Youtube溝通了 而Youtube聲稱 蕭山的影片之所以不見了 是一個行政的錯誤 在這個位置我要強調一下 就是Youtube聲稱 現在最新的情況就是 看到蕭山的Youtube頻道 就已經有些影片出來了 你說出齊了沒有我就不清楚了 希望Youtube以後會小心一點 不要那麼多這些行政錯誤 關於蕭山這件事就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講講其他事情 其實Youtube的影片會消失這些情況 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在4月的時候 香港另一位Youtuber 大J 我們都熟悉大J哥多些 比蕭山 都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大J 當時大J哥的頻道被人入侵 之後又收了他的影片 還有更改他的用戶名 還有密碼 當時大J哥已經出了一條影片 解釋他的頻道當時發生什麼事 其實大J哥發生的事 和今次蕭山這件事件是有分別的 因為當時大J哥被黑客入侵 然後再收了他的影片 而蕭山就是因為Youtube聲稱所謂的行政錯誤 而不見了的影片 在這裏可以看到原因是有所分別 但這件事也是幾古怪的 之後我還看到原來這個GamePageK 即是打機的頻道 他都有類似的情況 不過現在已經是沒事了 影片都出來了 本來我都在想 到底大J哥和蕭山 是不是有什麼共通點 所以搞到這麼奇怪呢 所以思舊不幸 搞到影片沒有了 可能有什麼特別原因 不過如果現在我發覺 連一個單單只是打機的頻道 即是這個GamePageK 都有這些事情發生 那個原因真的很難去理解 可能真的是他所謂的行政錯誤 最後我只能夠說 希望Youtube可以小心點 不要那麼多甩漏 就是這樣 其實說到這裏 我也想握一下留言 握一下水催 我想問一問大家 究竟蕭山、大J哥和GamePageK 還有香港其他發生類似事件的Youtuber 出現了這些問題 到底他們之間有什麼共通點 為什麼會這麼不幸發生這些事呢 是不是Youtube所說的所謂的行政錯誤呢 如果網友對這件事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 就是這樣 今天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就是這樣 還有今天是6月9日 提一提 希望大家保重 下次再見 各位 拜拜